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運動weekly 我是顏如玉 我是林瑋萍 本週帶大家關注日值台將的動向 尤其是本季結束後 都將成為自由求人的 王伯榮、宋家豪以及楊帶綱 到底這三位好手是否會續留在日值呢? 你覺得呢? 是 我自己覺得這三個人當中 宋家豪應該是最穩的 以他今年角度生涯年的表現 東北樂廳一定會想盡辦法留住這位牛棚大將 至於王伯榮和楊帶綱的狀況 應該都還是有機會繼續留在日本打球 但薪水的部分 嗯... 原本一元男的身份啊 應該都會被大砍不少 沒錯 我也覺得三人應該都是會續留日值 那其中宋家豪應該會大福加薪 而王伯榮和楊帶綱呢 則可能會減薪 而且不一定會留在本來的球隊當中 是 說了這麼多 相信大家應該還是最關心 我們的台灣至寶王伯榮啊 就讓我們來深入了解一下他的成長歷程吧 那王伯榮在1993年於屏東出生 國小就加入少棒 從復興國小到賀申國中 接著北漂加入青棒強權 古堡加商 不過他在高中三年從來沒有入選過國家隊 也讓他曾經一度陷入低潮喔 覺得自己不夠好 還想過要放棄放球路 直到大學進入文化大學 在教練徐敏雄的栽培之下 王伯榮逐漸展露頭角 開始頻頻入選國家隊 2014年仁川亞運 王伯榮更成為了球隊 唯二以大學生身份入選的野手 並久而在該屆賽事是交出了好表現喔 打擊率高達4x29 也為之後的鬼神表現埋下伏筆 是 接著王伯榮在同年的U21世界盃 扛下第四棒重任 但卻連兩場都沒有敲出安打 終於在悶了七個打數後 於關鍵一戰對上韓國時 敲出一支非常關鍵的三壘安打 幫助中華隊逆轉比分 當時跑上壘包的大王啊 你看 更是忍不住留下男兒淚 最終台灣也在本次賽事中拿下首座城磅國際賽冠軍 之後在2015年的世大運 王伯榮再度以對決韓國時敲出一發陽春炮 幫助中華隊奪勝 賽後他更發下一段好語 表示 希望從我們這個世代開始啊 就要一直贏韓國 沒錯 真的是非常勵志 那回到大王的職業生涯 王伯榮在2015年投入終職選秀 在首輪第四順位就被LAMIGO桃園選中 以憑當時中職新人野手紀錄的 500萬元簽約金加盟 賽鳥年王伯榮在一軍出賽29場 就敲出了98全雷打 打擊率3x24 接著呢在台灣大賽首戰就開紅 第四戰也掃出全雷打 總冠軍7場比賽下來 王伯榮是繳出了14安 二紅8打點5成的打擊率 不但幫助原隊取得總冠軍 個人也拿下台灣大賽優秀球員獎 賽鳥年只有這樣的表現 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啊 2016年王伯榮同樣角出鬼神表現 除了打擊率高達4x14 還包辦了200隻安打 29發全雷打 設下大王障礙 同時這一年他也拿下包含新人王 年度MVP等6座個人獎項 來到終職第三年王伯榮仍保持著高檔的活力 連續兩年打擊率超過4成 殘連打擊王安打王 同時也拿下全雷打王和打點王 達成打擊四冠王的成就 那這裡就要插個題外話 為什麼大家總是以大王來稱呼王伯榮呢 為什麼呢 因為他在2015年加入職棒後就寫下多項紀錄 應援口號更是稱呼他 最強王 金牌王 年紀輕輕就展現了大王般的實力 甚至連日本媒體也用台灣大王來稱呼他 那王伯榮頂著終職連兩年四個男 加上年度MVP的身世 2018年籌集結束後成為自由球員 桃園隊也特地為他量身打造了一套入閘制度 開放讓國外各球團競標王伯榮 最終由日本火腿鬥士得標 讓大王成為終職史上首位以自由球員身份屢外的選手 這真的是一個非常不容易的成就啊 王伯榮最終與火腿簽下一張三年四百萬美元的合約 而據傳桃園隊也從火腿對那拿到一筆高達6000萬台幣的入閘金 可見火腿是非常重視王伯榮的能力啊 但是赴日第一年王伯榮卻飽受傷病的困擾 表現可以說是差強人意 2019年開季錦一個月 王伯榮就因為左大腿緊繃的問題被下放到二軍 隨後又在7月時因為一次防守飛升撲球 導致右肩再次挫傷 再度遭到下放 無奈的是8月中王伯榮好不容易回到一軍 卻因為遭到觸身球啊 左腳挫傷 整季不斷受到傷勢的侵襲 使得大王的狀況始終沒有調整好 雖然王伯榮首年就獲得340個打席 是該年度火腿打者的第六多 注意看出球團對他的期待 不過王伯榮只有攪出打擊率2×5 長打率3×27 上壘率3×21 與他最後年在終止的成績是有極大的落差 在2020年受到新冠疫情影響 日子是延後到6月才開季 不過王伯榮的手感還是不好 甚至是攪出了比第一年還差的成績 那YG也開始把火腿戰機疲弱的原因 歸咎到以羊教身份加盟的王伯榮身上 是來到合約最後一年 王伯榮也逐漸開始適應日本投手的習性 雖然被三陣次數還是偏高 但出場數全壘打數都寫下旅日生涯的新高 而長打數27隻也比前兩年加起來還要多 但雖然整體打擊狀況有所回升 但王伯榮最大的問題還是在孔左陣上面 本季他面對右投手打擊率為兩成五 還有九轟 但是面對左投手時打擊率下降到不到一成 這也使得王伯榮幾乎只有在右投手先發時 才有機會能夠上陣 另外王伯榮的守備位置也是一大課題 雖然他的防守算是中規中矩 不過火腿還有包含近藤陣介 西川搖灰等等的優秀外野防守球員卡位之下 讓大王幾乎都是以指定打擊的身份上場 這也讓今年球技結束後成為自由球員的大王 是否可以蓄留火腿成為一大熱題 那目前王伯榮已經回到台灣收集 他也透過社群表示 不論這段時間的好與壞都會成為他人生的果實 他也會帶著這些果實繼續上前邁進 最後他也感謝火腿球團這三年的栽培 更感謝那些批評他不看好他的人 那好消息是 目前火腿球團也朝著 蓄留王伯榮的角度交涉當中 提取如果明年大王繼續留在日值 會有更多突破的表現 是看完了王伯榮 我們再來看看目前效力巨人的 楊帶剛和東北樂天的宋家豪 他們兩位也都將在本賽季結束後成為自由球員 那我們先來談談宋家豪的狀況 毫無疑問他在本季角出旅日代表作 十下生涯新高了60.2局 且防禦率為2.23 一度還成為球隊的代班終結者 更以63場的出賽 成為單季最多出場數的台灣投手 因此他不僅有很高的機率獲得球團的續約 更有極大的機會獲得大幅度的加薪 至於在2016年 楊帶剛與巨人簽下一張5年超過15億日元的超大合約 但他卻因為傷勢的問題 逐漸疊出球隊的主力陣容 他在本季合約年同樣沒有獲得太多的上場機會 甚至可以說是遭到球隊冷凍 本季他只在一軍出賽7場 貢獻一支安打一分打點 不過根據日媒指出 雖然楊帶剛已經34歲 但還是有一定的水準 因此如果還願意降薪 還是會有球隊願意添灑他 是最後帶大家來關心一下 美國大聯盟的戰況 最終勇士在世界大賽以4比2擊敗太空人 在睽違26年後拿下對死第4座冠軍 不過其實本季勇士在開季的時候是戰績不太好的 因為陣中主力阿庫納在7月因為西商報銷 明星外野手歐阻納也因為家暴肺斧 球隊狀況連連也讓勇士在季中交易大線之前 一口氣是不盡了4名大將 是這4名大將包含在世界大賽拿下MVP的索勒 以及在國聯冠軍賽表現非常出色的羅莎裏 另外還有在季球賽屢屢都有關鍵表現的 杜瓦爾和佩德森 因此勇士奪冠後也成為自1964年紅雀之後 第一隻在明星賽前勝率不到5成 最終卻奪冠的隊伍 沒錯勇士這一期的表現非常精彩 那以上就是本週的運動weekly 謝謝您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會 掰掰